联合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发布以上的发现 数据显示 北韩发育迟缓的比率 自上次2009年调查的32.4% 降至去年的19% 发育迟缓是儿童营养不良的重要指标 但发育迟缓数据在北韩各地诧异很大 首都平壤 有10%儿童发育迟缓 但在两江道 相间比率高达32% 另外 数据也显示 北韩三分之一饮水受到余染 对儿童健康成长形成另一项重大威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 这份新数据让政府和国际救援机构 可更准确及有效率的锁定拯救生命的援助 去年3月 联合国领衔的报告指出 长期食物短缺及营养不良在北韩普遍存在 全国约41%人口也就是约1050万人营养不良 联合国际到日常